有一個美國一個男人 沒寫記憶新年內的這個 衝鋒案 在這個當地有負傷的紀錄 將其傳出說 他在十個月來臺灣 所不斷在新報的地方 他民宿已經生日對案 稍後來對照 政府是發言說到接到這個美國 在台協議統帝說 這名四十三歲美國人數是兩千空一年 在美國二十天就返安 讓當地破刑 九十天的優勢逗刑 還有歡迎兩黨 也請國際學校來請教 是不是有聘用這名十五人 他民宿已經統帝 相關的單位到三天找人 那是查到會照這個 是出國跟其民法 跟這個人共接 是出國跟其他人共接